成都平原是位于龙门山和龙泉山之间的一块盆地 其境内有井江和闽江两条河流穿插而过 但是相较于国内的其他一线城市来说 成都的水资源是比较匮乏的 在成都但凡跟水沾边的房子 其价格都比较高昂 也印了那句话 成都豪宅千千万零湖零河的房子占一半的说法 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成都的第三大产城湖 宜兴湖旁边的碟屏别墅 在看房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欣赏一下宜兴湖的湖景 宜兴湖呢 我们逛完了 接下来我们视线回到房子里面 这是一套碟屏别墅的下碟 赠送了100个平方的入户花园 这个入户花园是分段式的设计 分为地面的花园和地下负一层的花园 两个部分一起组成 地面一层这一侧呢 这个花园的空间有80个平方 围绕了房子侧面的一钟 跟随我们的脚户 而这边呢 一直都是这边 入户四家的四家花园 看完入户花园之后呢 我站的这个位置 是和入户花园相连接的一个小阳台 通过这个阳台呢 我们直接入户 这边呢 是做了全落地的一个推拉窗 打开推拉窗之后呢 这个空间房子里面呢 空间是特别的敞亮的 我们入户进来这一次呢 入户进来这一次呢 是做了餐厅和厨房 这一整面墙呢 都是做了镶嵌式的烤箱 冰箱 都是你的放置的空间 这里面呢 就是你家厨房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是做了一个西厨的倒台 里面这次呢 是一个中主 在这个中主里面呢 站上三个人在里面做饭呢 都不是问题 空间都危险的拥挤 那么这个厨房呢 对于一个谍品别墅来说 是完全足够的 接下来呢 我们的一个视线 跟所有的脚步到这边 这次呢 是做了一个六米开间的客厅 近身大概在四米多到五米的一个空间 这个客厅呢 对于谍品别墅来说 也是完全足够的 并且在客厅外面的这一侧呢 是做了全落地的一个玻璃幕墙 当窗帘打开的时候 阳光照射进来 这个视线是非常舒服的 在客厅背后的这个过道呢 这边 左手边是连接了上到楼上的空间 和楼下空间的楼梯 右手边这一侧呢 是你家的私家电梯景 在我背后的这个空间呢 这边是你家的入户大门 正常入户的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是从花园入户 一种呢是从这个入户大门入户 在入户门背后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一楼这一侧的长辈房 这个长辈房呢 同样的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这里面这一侧呢 就是长辈房的房间 长辈房呢 外面也是做了全落地的推大窗 从电梯出来呢 我们来到地下室这一层 地下室这一层呢 是做了六米的条高 然后这边呢 这一层是副一层 也是夹层的位置 这个夹层呢 在成都市面上是比较少见的 可以做到全通风和采光的 背后这一侧呢 这一间是一间书房 书房的旁边就是 这层的入户间 在书房的外面呢 是我们刚刚在楼上的 楼花园提到的 这个分段式的下层数花园 这个下层数花园呢 有30个平方左右的大小 我们去感受一下 来到花园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鱼池 不仅呢 是一个造型的鱼池 同时也是副二楼这一层的 采光天井 在我背后呢 这边这间房间呢 是地下室这一层的 长辈房 这间房间呢 可以看到采光效果是很不错的 既可以作为长辈房 又可以作为保本房去使用 带有独立的衣帽间和卫生间 接下来呢 我们去副二楼去看一看 我们来到地下室的副二层 副二层呢 分两个部分组成 这边呢 是你家的健身房 可以在这里健身屋铁 另一家 然后这边这一侧呢 是过道和楼梯间 在背后呢 这个是地下室的车库入屋门 外面呢 就是你自己的私家停车位 右边这一侧呢 就是你家的电梯井 在地下室的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身后这一侧 就是你家的私家影院 在通往私家影院的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下室的采光面 是非常广的 非常敞亮 然后背后这次呢 是你家的私家影院 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你的酒窖和酒水吧台 平时呢 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 会客 喝茶 聊天 都是很OK的 在楼上这一层呢 就是这套房子的起居室 这房子呢 楼上这层是三间卧室 分别是两间儿童房和一间主卧 主卧这一侧呢 都是带有独立的衣帽间和卫生间的 另外两间儿童房是共用这个公共的卫生间 那么这样一套位于宜兴湖湖边的碟瓶小月树 你爱的吗 想住别墅很简单 认准别墅 推荐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